5月13日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通报 目前上海提出的目标是在5月中旬实现社会面清零 近时将实施有序放开 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 一方面我们将通过核酸筛查转运隔离医疗救治环境整治等等 来持续的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另一方面我们将根据疫情的形势变化 有序恢复交通出行超市卖场便利店百货商场等 也将有序的恢复线下的营业 理发洗染服务等等也将逐步的通过线上预约 线下错峰限流来进行开放 要优先安排由高考中考任务的 这样的高三高二以及初三年级的学生来复学 医疗机构呢也将进一步的有序开放 进一步扩大安排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 政务服务的窗口也有序开放 并且适当的延长服务时间 吴清表示各类公共场所都应尽快部署长所码或数字哨兵 落实应领尽领应贴尽贴 应扫尽扫逢扫毕宴的防御举措 届时也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查验工作 积极地构建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 那么截止到5月12号 全市一共布局设置各类核酸采样点 现在超过了9900个点位 16000个工位 其中有5700多个点已经开放运行 核酸检测能力 现在也达到了每天800万个管以上 针对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问题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透露 为切实守护老年群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随着近期疫情形势逐步向好 上海逐步开放了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截止到5月12号 全市11个区 已经恢复了开放139家接种门诊 为老年人提供整建制的预约接种服务 截止到目前 全市60岁以上的人群共接种新冠病毒疫苗954万几次 覆盖人群372万人 覆盖率达到64% 完成全程接种360万人 接种率达到62% 加强免疫接种224.6万人 接种率达到38.6% 会上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京成表示 前期围绕战略功能 城市运行保障 防疫物资 连续生产 基础配套等领域 推出三批白名单企业3000多家复工复产 整体复工率超过70% 其中首批666家企业复工率已超过95% 外资企业847家复工率已达80% 各部门也将密切配合 加大力度推进各类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复事 指导企业统筹做好复工复产复事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不断地向着有序 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努力